我们这一茶的无土栽培番茄 基本上就结束了 上面基本上没果了 然后有很多朋友在问 无土栽培番茄 然后它的猪菊杭菊多少比较合适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番茄 我们首先看一下杭菊 有杂草 因为到后期了 不愿意再出杂草了 这个杭菊是一米六 一米六 然后大家看一下 在种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单行 然后密质两边分 你看这两棵番茄 这一棵番茄是吧 这一棵番茄实际上在一排 只不过是到时候等开始长的时候 我们这一棵番茄让它往左边去倒了 这边这一棵大家看一下 这一棵让它往右边去倒 两边分 这样的话能保证它叶片相互遮挡 这些的话会降低很多 然后猪菊我们一般控制在18到20公分 就单行18到20公分的一个猪菊 也就是行菊是一米六 猪菊是18到20公分 这样的情况下这一亩地 基本上栽种是2000棵 当然了有些地方需要是密质的方法 就是一亩地 好比说栽种是2300棵 2400棵 那你怎么去做呢 就是说猪菊我们不用动了 猪菊不用动了 我们行菊是一米六 我们可以适当的缩短行菊 我们可以做到一米四 或者一米五这样的行菊 这样的话它的弱点就是说 人农室操作的时候不像这样 它比较宽 它比较窄 比较窄的话操作的时候 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呢 每母栽种磕首多了以后呢 产量相应的就提升了 这个呢根据每个地方 它的习惯 我们来去操作就行了 就是行菊我们可以适当的变化一下